詛曬三鄉街 京門九派通 這是王偉的詩 漢江陵犯 我們來寫 王偉的詩 詛曬三鄉街 好看一下齁 剛開始可能稍重 詛曬 第一個字 稍微暈了一下下 但是也沒有很厲害沒有關係 詛曬三鄉街 往上面兩樹先寫 這個可以頂就可以 楚曬 三鄉街 這個太寬了 那等一下這個可能要稍微寫窄一點 這個字啊 好王羲之的街啊 比較特殊啊 點 然後呢 約下來 然後 往上面再接過去 然後 繞一下 往這邊帶 然後從這裡過來 繞一個圈 畫下來 這個圈畫下來 先過這裡 繞一下三鄉街 然後呢 金門九派通 金門 金門 金 草字頭 然後這樣過來 到這裡 往這邊帶 稍微長 但是 金門 往外一點點 金門 九派通 這個九啊 可能那個 嗯 寫法是要讓它 這個窄一點 然後這個 讓它寬一點點 然後呢 往這邊有一點點帶 然後 一點點要回來的感覺 九派通 這樣 回去 然後 通 讓它 這裡來 那第一行啊 不要太 不必要寫太 下面 喔 這個留給第二行 還行 好 江有天地外 天地外 靠近 然後往旁邊出去 江有天地了 山色有無中 好 這個山色有無中 山 就中間寫往旁邊 然後 抓它過來 趴過來 這樣就好 山色 有無中 好 有 我們寫行書好了 寫有 好 然後呢 那無啊 寫成這個 然後 一二三 四 到這裡 拉過來 中 好 好 那還有一個字可以寫 山色有無中 俊義 伏前伏 俊 用比較寬的字 把它壓在底下 俊 俊 拉前 往右邊 來 往上面 拉過來 也不太長這樣可以 俊義 俊義 上面一點 這樣拉 好 一點 一點點在這裏 浚 灌 浜 煎草 書 兩點 彎一下 胡 前 那 前呢 然後呢,拉曬開一點點 然後呢,往這邊帶到這裡 這話先寫 然後呢,兩個點,這樣好再寫 然後少一個點,再點下去 浮前浮 波蘭動眼空,波蘭 好,一點水部 一點 然後呢,往後 再往前 往前帶 波蘭水部 一樣是水部 但是我們這個可以把它寫寬一點 好,動眼空 好 那,動眼空我們就寫成草書好了 這樣過來 1,2,3,從這裡繞 平行,這樣過來 別忘記還有兩點 動 好,眼空 好 就寫成草書 比較空凌一點 比較空凌一點 好,空到這裡來 空,點到這裡來 忽然動眼空 再來是 鄉陽好風日 那這裡只可以寫一個字而已 那我們就寫一個字 鄉 因為鄉基本上是很長的 鄉 所以我們中國字有個特性 它長的你只能寫長 你不可能在鄉把它寫短 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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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風日 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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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,再來是留罪以三翁 留罪以三翁,留這樣寫就好了 留,然後這樣過來,往上提 畫下來 好 這樣過來 留罪可以拉下來沒有問題 好,然後呢 呃,如果說 我們這個寫行書的話 可以嗎?可以 這樣寫 拉下來 好,這都很多筆畫或者很大 那我們這個雨就去炒出 然後再留,跟這個山連在一起 變成這樣 好 翁呢 翁還是寫來的 我們把墨弄稍微乾一點 好,點這樣過來 羽毛的雨 這樣過來,往右邊繞長一點 這繞兩個 好,這樣過來就OK了 由罪以三翁 好 呃,基本上 他整個的造型都還不錯 都還用很漂亮的字 結構來 書寫 呃,算是 美美的 美美的 但是 美美的 有時候 人家也會有意見 他說 血太美了 或者是 沒有變化 或者是 太過 秀氣了 那個 你要 他要 批評你 或者是要嫌棄你 呃 什麼都有話說 血太漂亮也有話說 那醜也有話說 他如果喜歡你 即使再醜 他都說有個性 或者是說 呃 他要美顏你 你寫得很醜 他還說 嗯 你這個很有特色 很有藝術美感 那也沒辦法 所以有時候 呃 現在是多元的社會 多元的批評 呃 他的內心 存在著 對你的好 或者是對你的悟 完全都會 呃 左右一幅作品的好壞 當然也有客觀 啊 只是說 有一些人是 真的是很主觀 或者是很偏 呃 心態很偏 意識形態很明顯 好 我們漢將您犯 漢 啊那些 啊 好 所以自由民主好不好 嗯 這很難講 啊 呃 他覺得你好 什麼都是好 他如果覺得 呃 或者是不喜歡你 什麼都不好 那 真的是 呃 很難定一尊啊 那只好呢 大家都含蓄一點 啊 都包容 互相 不要認為說 個人的意見就是對的 啊 要寬闊胸懷 尤其是書法藝術也一樣啊 不要以為書法藝術是 呃 脫離政治 或脫離的這個 意識形態 不會的 呃 任何事情都會跟政治 或者意識形態 有連結 好壞啦 好壞啦 大小啦 長短啦 他們或者是 人都會 表達出 個別意見 所以 嗯 任何的 呃 意見 或任何的表達 大家希望能夠把 心胸放開來 可以容許容納 大家互相包容 可能很多事情 就會化解開了 就沒有什麽嘛 對不對 呃 有的人 就認為說 呃 人生何其短暫啊 那你在意的 或者是 你care的事情啊 是哪個部分 如果比起生死 或比起 呃 很多的大是大非啊 那只是 呃 如紅毛之 輕而已 沒有什麽了不起 你不要太在意 呃 或者是 不要跟人家太計較 當然原則是要堅守啦 可是 呃 如果你使用的方法不對 或者是 太過於強烈 太過於計較 有時候得來 可能都是反效果 書法一樣啊 你在寫的時候 有時候 注意大方向 大格局 那有些部分啊 可以稍微省略一下下 啊 像 楚塞三鄉街 啊 這個就是 涵蓋行書比較多的 啊 然後金門九派通 啊 有一些比較乾的筆畫 像這個通 可能比較乾一點 啊 好 江流草書啦 天地外 山色有無中 有無中 那這個中 我不畫很直 所以有點先曲線 那這個曲線啊 嗯 某一部分的感覺來講 就是說 為什麽不畫直的呢 那 直的有直的妙處 啊 曲線有曲線的美感 嗯 可能在乎人的觀感啊 如果都畫直的也不一定妙 啊都畫斜的 有時候 呃 可能也會矯枉構正 那可能呢 我們再來看看整體來改變啊 或者是整體來設計 俊意浮淺譜 啊 這些比較乾的啦 啊 再來波蘭 洞遠空 那蘭是比較寬一點 那個洞呢 就稍微往下 集中一點點 比較不會那麼寬 但是這裡就比較窄一點點 好 襄陽好風日 啊 襄陽好風日 留罪以山翁 啊 留罪以山翁 好 這是行草書的書寫 那麼草書比較少 行書比較多 那這個各有好處 行書比較多 有個好處就是說 筆畫 或者是它的結構比較紮實 筆畫比較多 看起來呢 比較豐富一點點 當然 這個部分可能就是跟草書有點區別 草書如果多的話比較空靈 那行書多啊 可能比較紮實 或者是比較沉穩 草書比較靈動 或者比較活潑變化 那可能不一樣的感覺 在乎的是我們對於行草的這個設定 我們要寫成什麼樣的東西給人家看 或者是自己來設定完成這副作品的感覺 才是最重要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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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